在台大當住院醫師當到阿厚 後來當時的朱書勳教授跟我講說 他說我們外科多一個會開刀的人 對我們整個外科沒有幫忙 可是如果加護病房有一個人願意去 全心全力的去做 因為在過去以前外科加護病房還沒專業化的時候 常常有那個叫手術成功病人死掉 開完刀沒有人在加護病房照顧 他說我們多一個會開刀的 對我們外科沒有幫忙 可是如果願意有人去加護病房專注的做的話 所以這個就是投資報酬例 就是說在已經很多人的地方 你再投入對整個系統的改進不多 所以應該是這樣 我們要做一個社會上有需要的人 所以當美國第一套是Unos 然後歐洲是Unos Transplant 台灣這一套是全世界第三套 我以前一直以為我會因為這個拿到醫療奉獻獎 沒有想到後來因為這件事情被檢查很堂酷 然後後來就 所以在這個地方也要跟各位同學講一句話 人活在世界上 霍乎相宜 塞翁四馬 冤之霍乎 我當時在想說 如果因為ECMO拿醫療奉獻獎 ECMO只是高科技 可是全國區塊健身醫療系統 它是一個社會正義的實現 台大癌痴事件 後來被監察院談了 公務員懲戒 文會懲戒 但是也因為這樣才當台北市長 當然我也不曉得當台北市長 是好還是壞 我也不知道 不過是這樣 在這個故事當中 我也學到一件事情 塞翁四馬 冤之霍乎 有時候你覺得這是你最大的成就 結果沒有想到變成你醫生最大的失敗 因為想說這是你醫生最大的失敗 沒有想到說又換了一條路去 所以常常我們在講說 上帝為你關了一扇門 常常也為你打開另一扇門 其實我在義界將近30年 我說人的行為受過去經驗影響 還有一句話 Who are you? You are what you do You are not what you say 其實你們畢業開始進入社會 20年後30年後再回顧你自己的時候 你是誰你知道 You are what you do 你曾經做過的事情 最會組成你 而不是你到底講過哪些話 所以是人的行為 過去所作所為 讓他的這個人名有意義 而不是你因為這個人名 你的一生就變得有意義 過17年外科加護病房主任 這個對我最大的感想是什麼 我每天就看人抬進來抬出去 因為台大外科加護病房 最高的時候我到差不多 將近九十幾床 快一百床 你想想看一百床的一個加護病房 分五個單位 每天就人抬進來抬出去 所以我們看盡了人事的悲歡離合 看盡了這個生老病史 所以坦白講 世俗的名利你知道 對我影響不是那麼大 所以跟大家講 你知道 如果有一天你在加護病房 工作很久 你想通一件事情 你知道 人最後都會死掉 坦白講 人生而平等 那句話是錯的 只有人死而平等 那句話才是對的 所以不管你有錢沒錢 黑人白人 你知道 男人女人 最後都死掉了 有一天你想通說 人最後都會死掉 所以不管你在一生當中 不管成功失敗 他從此都是生命中的一部分 有一天你想通這個道理 他會讓你有非常強的抗壓力 你從此不再對這個世間的一切 能夠勇往直前 通常醫學部主任五年半你知道 有時候上班整天好像沒事幹 結果在下班前五分鐘你知道 一個大車禍有人進來 然後我就 整個晚上沒辦法睡覺 因為要處理病人 當過創傷醫學部主任 五年半的時間 讓我對不確定的事情 有很強的忍受性 所以要跟大家講 難道我們去急診室上班 或者去創傷醫學部上班 你一上班就一直在擔心說 今天會不會有病人 會怎樣 何必呢 該做的準備做好 剩下的就take it easy 放輕鬆 有病人來就處理 沒有病人就休息做你的事情 所以有時候我常常跟那個 不管是跟我的家屬 跟那個家屬 病人的家屬 或是跟我的同事 我常常講一句話 如果煩惱有用 我們今天大家一起做起來煩惱 那如果煩惱沒有用 你煩惱幹什麼 所以要跟各位同學講 不需要去未來的事情煩惱 遇到的時候再講吧 器官捐贈器官移植 這也是一個概念 常常有人出車禍 嚴重的車禍 腦死 他捐贈器官 讓另外一個 生命摧毀的人 有機會得到器官移植 再獲得生命 所以常常一個人的失敗 是另外一個人的成功 所以慢慢的會發現 道理成功跟失敗 是以誰為標準來衡量 想通這個道理也是一樣 所以常常說 塞翁失馬 焉之禍福 可是這一句話 又是以誰的標準來衡量 所以我以前在掌管這個 器官捐贈跟器官移植的業務 我常常看到真的 什麼叫做悲歡 悲歡禮盒 什麼叫做 一家歡樂一家醜 有人車禍死亡 腦死 他捐了器官 讓另外一個人有機會存活 這實在是 你可以看到 什麼叫做人事 內心有個疑惑 也想到二三十年還沒有解決 我覺得醫生 既然是看盡生死的職業 奇怪 為什麼醫生名利反而放不下 這是我一直想不通的地方 其實你在看器官健身 跟器官移植 所以常常是這樣 我們常常為了讓自己的心靈 能夠不受到潑干擾 所以把自己的心都封起來 其實如果你願意把心打開來 去看看這人事 其實有一天你會變得更豐達 ECMO是達人文化的一個表現 我們當年設SOP 然後嚴格的遵照 SOP遵守進行 然後每一個案例結束 一定有檢討報告 而且那檢討報告 還最後討論完之後 親自寫結論 然後再回去修改SOP 我要跟各位同學講 一千七百例 每一例都有檢討報告 而且都有手批的 親手寫的那種紀錄 這些東西都還放在我台大醫院的 那個地下辦公室的倡戶裡面 我要跟大家講一句話 不要羨慕別人成功 因為你付不出那個代價